亲爱的恩宠家人平安 即将要过年了 我们真的是充满了感恩 可以一起来读上帝的话 我们今天进入到马可福音第二章 我们来读17节 还有21跟22节 17节 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遭义人 乃是遭罪人 21节 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 恐怕所补上的新布 戴坏了旧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恐怕酒把皮带裂开 酒和皮带就都坏了 为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感谢主 我们看到第二章 耶稣开始来服侍上帝 祂到处传道 传福音 祂也医治 也赶鬼 祂在第二章里面 我们就看到 耶稣医治的贪子 祂在医治贪子之前说 我赦免了祢的罪 那耶稣在这一章里面 也和税吏及罪人一同作息 耶稣也在看到祂的门徒 也在安息日掐了麦穗 做了不可做的事 这几件事情加起来 我们就看到耶稣 为了人的疾病 祂赦免了贪子的罪 祂的所做所为 和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 所做的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大多数的法利赛人 是拘泥守救 只重刑事假冒为善 但是今天耶稣带来一个新的革命 祂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 是法利赛人文士无法接受的 祂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 祂为人医病 也是文士法利赛人无法接受 所以这个时刻 当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 一个抵挡的势力 正在兴起 我们感谢主 我们的耶稣真的与众不同 祂打破传统 祂打破框框 祂在意的不是一些形式 祂在意的是你内心真正的动机 只在外表 守疑闻条例 内心却远离神 是耶稣所说的假冒为善 耶稣来 带给人一个新的次序 一个更高的标准 主耶稣展现了祂是赦罪的主 祂是安息日的主 祂的全能胜过地上一切的遗文调逝 感谢主 因此祂要我们真正的打从心底做 成为一个新皮带 我们再一次来反思我们自己 在我的生命中 是否有一些经验法则 已经取代了内心真正的敬畏神呢 我要真实的来检视我自己内心的动机 是不是不知不觉已经落入了文士法利赛人的陷阱呢 只求谨守外在的繁文辱节 心中却变得刚硬了 却失去了神在乎的公义怜悯和信实呢 求主赦免我的罪 感谢主 主耶稣说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 若我们常常骄傲自以为义 是不会知道自己 需要神的恩典 需要神的救恩 唯有承认自己的有限 承认我真是个罪人 才能够得着上帝的恩典 在新的一年里面 求主再一次光照我们 也赦免我的罪 我祈求神 使我成为新的皮带 让新的酒浇灌我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祢 让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在意的是什么 不在意的是什么 让我们过的是一个 新次序的生活 我们常常我们的心要救进祢 亲近祢 敬畏祢 感谢祢 让我们所在乎的一些 我们愿意放下 让神的救恩 神的医治和赦免 临到我们的身上 谢谢耶稣 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今天一天的工作 一天的行程 充满了祢的能力和同在 感谢祢 愿祢的爱 大大的充满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